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后这个三叉戟的标志看起来是挺酷炫的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特效太多导致吊针呢 诶 这边有人 小祭司还在这里推墙 我打 哇 早知道我就不太张狂了呀 浪费了浪费了 咒术师在周围 先把他赶走 诶 走快走快 你以为我不是让你要挠我 哇 借斯自己自愈跑了 算了 不追他了 反正他都没有自愈了 直接打这个咒术师了 蓄力道 怎么红衣之主擦刀这么久啊 感觉这动作还是分两次的 直接把咒术师挂上椅子 按道理来说呢 应该是调价式来救人 诶 两个想象 诶 那就从皮肤上分辨吧 来了一个致命温柔 来 又开始博弈了 放香水 可以 诶 你放了香水还不救人吗 哇 这做一些什么套路啊 还接了个大井盖 先把这个井盖打了 诶 肉身扛刀可还行 嗯 调价式自己钻了洞 咒术师往教堂跑 这都什么配合啊 刚拖时间应该是为了 等祭司把电器开了 调价式就让祭司去摸吧 我直接传送到教堂里面 抓咒术师 诶 致命温柔小香香 我 诶 不对啊 刚不是被我打飞了吗 哇 居然两个调价式 连皮肤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还怎么认啊 咒术师你还跑 先给他个逐咒 预判助手 嘿嘿 助手立功了 刚刚没有压到半血 现在可以直接让他螺旋升天 好啦 下一个是谁 小调价式你别跑 也不知道你是哪个调价式啊 反正都打就对了 你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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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别不退啊 哇 都直接什么东西啊 总算是套上一层诅咒了 我打 小小伙子跑不掉了 可我预判出手 嘿嘿 想跑 你能跑到天明去 走 VIP走起 诶 这个小山上直接就下来救人了 那你也给我离着这儿吧 现在楼道里面全是我的出手 你怎么跑 诶 VIP 请上座 有耳鸣啊 祭司也来救人了 出去看看 放井盖 我打 诶 我为什么要打掉这个井盖呢 我直接跟下去不就行了吗 还是不习惯这个钻井盖啊 两个小山上都被救下来了 不过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嘿嘿 祭司想扛到 老子不打你 给我躺着吧 还有一个条件是躲在里面 你我看不到你 我 我 我 哇 这什么垃圾网塑啊 还好他也跑不掉 诶 你这个小弟子还敢下来搞事情 想摸人 嘿 过来恐吓你一下 动手 嘿嘿 还想扛到摸人 这个家伙一挂就飞 你当我老黄一枚常识啊 诶 你在干嘛 悠哉悠哉等电梯 啊 心给你套个诅咒 诶 上不去了吗 你们先躺着 我去上面放个试 翻窗 诶 推演完成 好啦 一个一个给我上椅子吧 当然又一次凭借OG 抽到了波赛东 迎来了胜利 溜了溜啦 我刚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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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我 Cayce她的